要新增一個網站 新增網站的動作跟上個比較一模一樣 所以網站在這裡 請你在這邊點選網站 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的話 這個名稱就是104 因為我們104題 UIL先不要,就按下一步就可以 要不要動態技術 因為第一類沒有 第四類才有 所以這個要按下一步 這個地方最重要 您要將你的網站放在哪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預設了一個網站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 去找到什麼 找到我是當桌面上 我剛剛有請各位下載那個練習檔 免安裝那個 那 因為我這個是進階級 你們下載應該是 就是一般實用級 那請你找到104題 104題 最後記得 是開到這裡就好了 上面是104 底下是image 就OK了 不要像上禮拜有同學是怎麼樣呢 他可能是聽到我講image 他就直接點image 然後就給他儲存 儲存之後呢 就發現錯了 有沒有 我記得好像上禮拜有同學 那這邊記得把它改成 下一步完成 OK了 OK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錯了對不對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網站 可以怎麼樣呢 重新修改 修改的方式 請按編輯 那剛剛那個地方 你就下一步 下一步 這邊把它改一下 上一層 按 把它改完都按儲存 這樣就修改完畢了 好 直接再按下一步完成 那它會重新再去抓一次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它按完成之後 你會發現 結構應該要長 像這樣才正確 上面是一個104的網站 那下面包含什麼呢 image的資料夾 跟media資料夾 那也就是說 這兩個資料夾就專門 只要你有網頁裡面有圖檔的話 通通都會放images 那如果有什麼多媒體的 像SWF檔 或FLV的動畫檔 都會放在media裡面 所以第一步的話 請你們先建立好這個網站 把網站先建立起來 這個的話 那個 開啟這個網站的時候 特別注意 網站的位置 就是編輯的畫面就在這裡 所以將來這邊就會有一個頁面 有一個頁面就是 管理你的網站的位置在這裡 那它的書放 它的開啟或關閉 實際上都會從那個視窗裡面 你可以點一下視窗 視窗的話 就決定說要不要開啟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這個地方打勾 打取消的話 它就不見了 有沒有 像你的同學找不到 你就直接在這邊檔案的地方點一下 它就開起來了 網站 如果說你網站一下 不見的話 沒有關係 直接在視窗裡面找檔案 它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 它讓我們開啟什麼D4的這個網頁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開啟D4的網頁 所以請你找到右下角這邊D4 不要像上次上課的同學是直接自己就開一個 找不到自己開一個 那就錯了 好 開起來之後的話 這個網頁就被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它原則上你要慢慢習慣了 我想 大家部分同學 剛開始會做不好的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不了解這個操作介面 開起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主要結構呢 上面會有一個這個檔案的名稱 檔案名稱 然後呢 我們需要 它預設是用分割對不對 不過我比較建議你們 剛開始學習 可以用設計 設計之後 再慢慢進步到分割 分割之後再進步到程式碼 為什麼 因為設計呢 它可以看到的是像這樣的畫面 就是只有 有點像握的 這樣的畫面 那分割的話 就是裡面有程式碼 那程式碼就是單獨 就是程式碼 當然呢 這個程式碼是最高階的 不過呢 如果說你要想要把網頁設計學好的話 程式碼是必要的 必要的 當然 這個程式碼部分的話呢 不是短時間可以一觸可擊 所以你們可以從設計開始 那首先的話 題目要求什麼呢 先開啟這個檔案 並且怎麼樣呢 設計 設計它的頁面屬性之外觀 CSA 所以這裡的話請你找到下面的按鈕 叫頁面屬性的 頁面屬性 把它框起來 框起來 框起來之後的話 這邊點一下頁面屬性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外觀CSA 有嗎 也就是說呢 實際上喔 很多同學為什麼會學不好 就是因為 上面的名稱 還不熟悉 你跟它還不熟吧 所以熟了之後 其實也蠻簡單的 那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的是這個 要加一個什麼呢 再來是 要加一個背景圖喔 背景的影像為這個 所以背景影像在哪裡呢 其實在這裡有沒有 答案就在背景影像 然後呢 去瀏覽一下 找到那個圖檔就好了 瀏覽一下 瀏覽 然後這邊的話找到王事實確定 再按一個什麼呢 再按一個確定 有沒有 還有一個上邊界 有沒有 它還有一個題目要上 所以你們一定要把題目列出來 否則的話我上課 你可能會很辛苦 因為我有題目 你沒題目喔 那看起來比較辛苦一點喔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題 第一題又有分數了 有沒有 王建民的背景圖就加進來了 加進來了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喔 我們第二題呢 在表格前面呢 我們可以插入一個Banner Banner Banner在哪裡呢 Banner這個檔案 所以你要了解 它的Media檔在這裡 那我們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表格的前方 表格前方 那表格在哪裡 表格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表格 表格的前方 不是在表格裡面 而是在前方 那我怎麼知道表格前方在哪裡 你在設計的模式裡面 是找不到表格前方 記得要點到分割 分割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表格的前方呢 看一下喔 表格就是table table的前方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請你把優標呢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就是表格前方 那請你把優標放這個地方 Buddy跟table之間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把這個Banner 把它按住標放 拖拉過來 放開來 放開 它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題目 這個放進來按一個確定 確定說的話呢 那這個Banner的動畫檔 就會被你們放在表格的前方 那各位可以發現呢 上面的部分有沒有 它就是 這個地方 反白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動畫檔 它將來在網頁裡面 這個程式碼裡面顯示 那記得 這個例子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的開頭一定是object 結束也是object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看到上方會的 SW的一個檔案 拖拉的方式 有些同學可能不太能夠 所以除了拖拉的方式之外 你們還可以 把油標放在body後面對不對 然後插入裡面 有一個叫媒體 媒體有什麼呢 SWF 然後按一個確 再去選擇這個 它要我們選的這個檔案 叫Banner Banner 好 把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個SW檔案 這個不要標題 按確定 那這個SW檔案 就在這裡了 那你其實可以按什麼 即時顯示 那最後看到的話 一定在表格的上方 不是在表格的前方 上面就會有一個SW 這個是Flash做出來的一個狀化感 一個狀化感 那感覺就會比較即時 OK 國際媒體呢 如果你電腦沒有裝Flash的Player 也會沒辦法播放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好 那兩個方式 一個是拖拉 不過拖拉屬於比較高階的做法 比較低階做法 是插入媒體這個地方就可以 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題目是 在那個表格的左方 所以表格的左方就是指的是這裡 好這裡 記得喔 這個是表格的左方 在這裡 那游標的話 停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表格的左方呢 如果說你是用分割的話 你游標停在這裡 上面呢 它也會 應該也是會 會有一個游標有沒有 那它游標在哪裡呢 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游標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游標 那它的結構是這樣 就一個表格 如果在原始碼裡面 一定是TD開頭 然後後面會有個WISE WISE有沒有都沒有關係 WISE是780 就是它的像素寬度 那底下會有個TD TR TR的話是決定這一列 這一列 TR是列的開頭 那一定會有個TR的結束 有沒有 結束在這裡 那table的結束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它們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一定會有開始的標籤 一定會有個結束的標籤 這個是HTML的特系 那TR TR在這裡 列的開頭 列的結束 那TD是什麼呢 TD指的是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這個儲存格呢 開始要有TD 結束要有TD 另外下一個儲存格 也一定會有TD 有沒有 那一定會有TD結束 這個地方是它的一個結構 那這裡的話呢 如果我要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又不要放這裡 其實這個時候 你可以再切回射器 再切回射器 然後呢 在這裡加入什麼呢 加入一個這個網 把它拖拉過來 放過來就好了 其實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那這個檔案呢 就會被放入到這裡 接下來的話會有相關設定 它會出現什麼呢 它的寬度跟它的高度 那題目裡面有沒有要求呢 有沒有告訴我們 它說外觀的話呢 要是這個叫 Clear Skin 3 Clear Skin 3 所以這裡的話 Clear Skin 3 這邊記得把它做個更改 第一個動作 外觀請你把它改一下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設定自動偵測那個寬度跟高度 所以自動偵測的話呢 在哪裡呢 有沒有自動偵測 有偵測大小 按下去就好了 它會自動偵測什麼呢 偵測你的大小 那因為呢 這個動畫檔是 寬320 高240 所以這邊的話 偵測到就OK了 再來要不要自動播放要 自動動動態要不要 要 所以再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這一題 第102 那個104的第三小題 再來的話呢 第四小題 設定表格的右方 右方處理在哪裡 在這裡 特別注意這件事有個虛線 對不對 它有提到說 這個表格的寬度 儲存格寬度要剛好跟它一樣 所以記得把虛線放在這裡 按住不要放怎麼樣 拖拉過來 放開 它就剛剛好的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就剛好是320 對不對 就是跟這個動畫一樣 動畫是一樣的 再來的話呢 第四題 設定表的右方處理 寬度要460 那現在寬度是不是460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320 那這邊是多少 460 所以就已經460 就不需要去更改 再來的話呢 對齊方式為水平靠左 背景的話呢 是王BG點JPG 然後要我們設定什麼呢 設定TD的屬性操作 再來的話記得就是 就是儲標擺在右邊的儲存格 然後呢 請點選下方喔 如果在HTML請你點CSS 因為我們要針對它的樣式 做變化 所以點CSS 然後再來的話呢 行內樣式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段落 其實行內樣式應該叫段落樣式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按編輯 編輯 編輯規則裡面的話 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需要 有哪一些設定 這邊先取消一下 先講 第一個呢 它剛剛這題目裡面有講到說 對齊方式喔 要先做什麼 水平靠左對齊 所以第一個先靠左 先把它靠左對齊 然後它的寬度是460 這個沒有問題 那垂直的話呢 垂直部分的話就用預設 預設的話呢 它要是 這個地方水平靠 垂直部分它沒講到 所以這個地方就預設 主要所改的是 一 是這個水平靠左 二的話呢 是寬度 確定是不是460 三的話呢 就是 CSS 在編輯規則 那規則部分的話 因為它背後需要更改 這個圖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在背景的地方 找到有一個叫 背景的圖檔 從這個地方呢 去做一個更改 做一個更改 然後瀏覽的時候呢 圖檔它要我們去找到那個王健 這個王BG的這個案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按一個確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儲存檔裡面呢 就會被設定王健的圖檔 接下來的話呢 接下來的話呢 新增什麼呢 表格 它要我們再什麼呢 再來是 這個 王健民這邊 王健民這三個字 他要這個三個字呢 做一個 這個不一樣的CSS設定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在這邊 在規則這邊 有一個叫 新增CSS 它選舉它之後呢 我們可以針對這幾個字呢 去做 CSS其實就是在 樣式的一個變更 那把它按編輯 編輯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呃 新增一個 那 在這裡的話 我就直接 輸入一個 王 比如說 新增一個 一個樣式叫王健民 然後呢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 字型上的設定 因為它題目裡面 要我們設定什麼呢 設定它的標凱體 字型一定是標 所以這邊的話呢 找到標凱體 往下找 那這裡的話呢 它沒有標凱體 所以直接這邊 編輯清單 請你把標凱體加進來 就好 只要一個標凱體 所以這個標凱體 加進來 按個確定 那再去選什麼呢 標凱體 接下來的話呢 它的次的大小是24 所以這邊請你選擇24 單位記得呢 預設是px 請你改成pt 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它要的是粗體字 所以粗體字的話在哪裡呢 這個長得跟work不一樣 所以是 work裡面呢 是一個b 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呢 記得把這邊改一下 它這邊 它是藏在這裡 它是form weight 然後呢 這邊 選擇這一個 這個才是粗體 好 好 接下來的話 顏色的部分呢 它要我們把顏色設定為藍色的 所以 g00f 這樣的話呢 就是藍色的 你把優標移開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就會出現藍色的 好 按套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字的部分 再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王建宁這個字 就套用標台體 而且是初體的24號的 藍色字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王建宁這三個字的設定 接下來的話 編輯 編輯這個樣子 再來就 英文字的部分 英文字的部分呢 請你把英文字選取起來 選取起來之後 也是跟剛剛類似的方法 CSS 新增 也可以點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也是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王 然後後面加一個eng 英文的 按一個確定 那一樣套用到 這一個文件中 按確定 那它要我們 去做什麼樣的設定呢 第一個呢 它要我們做的這個字型 是 這個 我看裡面有沒有預設的 如果有的話 就不需要改 它叫F編輯的 那這個動作主要就是說 我要的字型部分 再來的話 字16 所以直接16 然後後面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PT 然後還有 要鞋體 那鞋體在哪裡呢 鞋體在這裡 這個位置的話 請你找一下鞋體的部分 鞋體的部分的話 請你找一下它的位置 在Style的地方 Style 那鞋體是這一個 鞋體 再來的話 顏色的話 也要是 它要的顏色是 也是藍色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G00F 按一個確定 那這樣 好 這個地方 王建民的英文字 就出現了 他的英文名字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 我們再來是 第 第七題 第七題 好 講到剛剛的動作 還有幾種做法 我覺得它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把這地方再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動作是選取王建民對不對 那你不一定要 這個地方 行內樣式 不一定要編輯 你可以從這邊有一個 新增行內樣式 因為只要是文字 以後你只要看到文字上面 要做一個新的樣式 你用新增行內樣式 第一個步驟 選這個新增行內樣式 第二個步驟的話 直接就選 你要的字型 如果已經有一個標開題 再來的話 就是24 PT 這邊顏色的話 可以用選的 藍色 00F 用點的就好了 出題 這樣就好了 英文的部分也是一樣 直接選擇什麼呢 新增行內樣式 第一步驟 第二步驟的話 點下去 這邊清單 我剛看了一下 好像有 我們要的 那一個 有沒有 就在這裡 字很小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 放大字來看 在這裡 所以選這個就好了 不需要再去建立 除非沒有的話 才是需要去建立 那這邊有16 這記得改成PT 顏色的話 改成藍色的 斜體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應該比較簡單 好 好 所以 不要搞那麼複雜 接下來的話 底下的字 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 要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請點HTML 因為它要縮排 那文字要怎麼縮排呢 HTML 這邊有一個縮排 這個跟Word很像 文字的縮排 那什麼叫縮排呢 縮排就是 直接在這個字 它會向右 往向右移動 縮排 按一下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 它的字大小 要設定 也是一樣 再切換回CSS 然後新增行的樣式 利用這樣的方法 它要什麼呢 字的大小 它要是16 所以這邊的話 輕輕選擇16 也一樣16PT 記得字都是PT 然後再來就是初體 初體字 顏色的話 要紅色的 紅色的話 點一下 這邊改成紅色 因為它F00 這地方的話 F00 就是紅色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除了 這上面有沒有 一般就看這個地方 看這個地方 好了 就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點紅色的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完成了 第七題了 第七題 好 第八題的話呢 它要我們怎麼樣呢 在底下 在這個第二段文字下方 下方在哪裡呢 這邊的話 我們再 確定一下 在這個下面 第二段文字 在這個下面 點一下 所以你就按一個Enter 好 讓它換好 接下來的話呢 要在這個地方 它要怎麼樣呢 加入一個data 在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檔案 把這邊點一下 data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請你把這裡面的文字 選取起來 按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過去 貼到這個底下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要加什麼動作呢 加一個 叫做那個 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在哪裡呢 請你切換到HTML 這邊就會有一個 叫項目清單 好 點下去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這一題 最後的話 特別注意呢 現在還沒存檔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這邊有個信號 把這個信號取消掉就好了 那怎麼要讓它存檔呢 我都是記那個Ctrl S 就是快速鍵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把它按個儲存 那這一題呢 當然 確定 這樣這一題的話呢 就完成了 就這樣而已 只是考你怎麼 第一個表格 第二個 會不會加入多媒體 第三個呢 會不會針對這個樣式呢 我們來做排版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